有了这个大额子 哎 那我现在能活动的范围就大了 之前我以为焦土地图没巨鹰呢 然后有小伙伴告诉我 焦土其实有巨鹰的 也对 我还没去高山上呢 没见到巨鹰也正常 那今天我先回营地收拾收拾 做做准备 然后就出发找巨鹰去 既然是去山上找巨鹰 那我顺便把水晶也找了 别的不说 首先我得把超级望远镜给造了 哦 哦对 之前一直说我都差点忘了 先把巨西平台安造出来 来 看看效果 怎么样 还不错吧 搬家方便 另外巨西还能帮我采集果子 看看这效果 好家伙 从此以后实现果子自由啊 而且巨西采集种子也是一把好手 这都整了一堆种子了 只是最近我还没想好要在哪里建家 考虑到反正我有传送器模组 其实说实话在哪建家都无所谓 小伙伴们如果有合适的建家地点 也告诉我吧 上次带回来的甲龙 还没有大兴身手 我也骑上附近溜溜 顺便吧也给我补充点金属 哎 对面有个新尾兽 那还有啥说的 抓呗 这些工具龙都是早抓早轻松 抓回来开个巡逻就不用管了 过一阵收一下资源就行了 好了搞定 开启巡逻模式 你就自己浪吧 本来还考虑要不要做个安来着 想想还是算了 没啥用 这次出门要造很多建 麻醉镖嘛 我也想做 要不要直接开启电气时代呢 算了 等以后确定要在哪里造家再说吧 有旁边就有 虽然不多 但是我估计其实也差不多 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油的 上次在孤岛 其实我也就采集了两三次 然后就一直用到结束 还有一堆油没用完 抓巨鹰 得需要一些恐龙门框 走 木头不够就去砍 嗯 话说焦土有镰刀龙 我这砍是有点慢了 这边还有根大骨头 采集可以获得生炎 现在没啥用 我估计以后也用不到 正在采集呢 突然一只十足鸟窜出来 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我要被攻击了呢 结果那货被吓得比我还惨 事先声明 露素材的时候 我可真没看清是个啥玩意儿 后来仔细逐针看 才看到名字 我住了九个门框 应该够了 五六个其实就够了 还有两扇门 考虑到沙鹅这家伙负重有限 其实它没啥用的 我都放下了 连水我都没带 主要我觉得带了 可能也没啥用 我渴的时候 水带也漏完了 走了 出发 我看看啊 往那边一大片黑色的高山方向去 从地图上看是西边 听说地图中间有一条大峡谷 顺道也看看吧 哟 这下面挺热闹啊 还有霸王龙 这个暂时先不考虑 等我有巨鹰了再说 进可攻 退可逃 沙鹅这家伙太废 现在属实凑可用一下 来 大家休息一下 可以看到两个方舟 对面连面起伏都是黑色山脉 下面确实有一道峡谷 还有一条河 你们说在这峡谷安家怎么样 或者在峡谷上面的桥上安家 飞着飞着吧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对面的山看着不远 但是这飞起来好像还真不近 我看了一下北边 也有一座黑色的山 要不先去那边凑合一下 主要沙鹅耐力不行 飞一会就得休息 要是有大石头还好 安全点 平地上我真怕 直接被下面的猛兽围攻没了 走 往北走 去那个小点的山 就在沙鹅体力即将耗尽的时候 我看到巨鹰了 真的有巨鹰 这就舒服了 我看看啊 这下面好像挺安全的 还有水晶 就在这里落脚了 先收点水晶再说 附近巨鹰还不少 我先把我的沙鹅藏起来 要不门框就放这边好了 暂时考虑抓两只巨鹰吧 如果挂一只 还有一只备用 门框放六个 然后两边装门 等我把巨鹰引进来 门一关 哎 就抓住了 刚好有个落地的 来 就你了 来了 来了 来 跟我进来 从缝隙溜走 关门 哎 搞定 不知道这家伙等级 为了防止不小心打死了 我用一般的弓箭 伤害低一点 等级果然不高啊 这么打都打得浑身是血 我真怕给打死了 好了 晕倒 好吧 才32级 哎 要是一次给我来个百级以上的多好 给点肉 等着吧 哎嘿 醒了 挺好 以后你就跟我混吧 等级偏低 战斗 我觉得有点吃力 我就把它往运输机方向发展吧 毕竟要采集资源 运输起来方便 好了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第一次跑这么远 我还是有点心慌的 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 拜拜